没事吧 没事吧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是你跟我说你家停电了吗 我跟你说 你不会是我房东吧 房东先生 我这儿全无断电 手机也没电了 您能帮忙给物业打个电话来看看吗 谁呀 这么缺德 是吗 太缺德了 有病吧 解人家电信 没事吧 没事吧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是你跟我说你家停电了吗 我跟你说 你不会是我房东吧 你就是跟我通邮件的房东 我 你什么都知道了 魔鬼领导 渣男 你不说话 你不说话 害羞了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是你 今天要不是亲眼所见 我真的很难把你跟地主家的好儿子对上好呀 今天要不是亲眼所见 我真的很难把你跟地主家的好儿子对上好呀 你不说话 网上的你比现实中的你可爱多了 你这个限制我啊 顾南婷 你现在既然知道了 那你觉得 我怎么样 幸运要是一把我给你答三答的 好了 现在光线合适了 问你呢 你觉得 我怎么样 你 挺好 作为房客也挺好 我就跟你开个玩笑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我在电子邮件里说的那些话 你也不给太放在心上吧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说话 本来就是肆无忌惮的 好吧 你帮我看看我这线 对不对 干吗 你都给我发好人卡了 还这么怕我 还修不修股脚园 我都快热死了 还修不修股脚园 真的不知道谁这么无聊去接人家电视器 你的资料被倒发到网上了 上面有你的家庭住址 这帮键盘下 一天到晚净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不排除之后 还有更过激的行为 顾校园是在关心我吗 你是我的学员 我当然要关心你了 好了 你进屋喝一下茶试试 有了有了 有电了有电了 你说这个教员和学员 房东和房客 是不是太巧了 巧吗 这个小区 机场快线直达 公司不少员工都住这儿 那我交房租的那个秦阿姨是 是我妈妈 这个房子本来是给她买的 对了 后天的 第二次调查会 本来网上的舆论对你不利 但是 我得到了一个新情况 什么情况 李雨恒说 当时那位受伤的旅客 在降落时没有急安全弹 目前正在联系母纪证人 所以后天 也不用太担心 我也会敬你帮你澄清 不管什么结果我都接受 谢谢 我救助十六号的五楼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叫我 走了 你手机 谢谢 很急 对 久不 bye 对 我没有了 这头 cancer 好